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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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我想一下有什麼要向聖母祈禱 向聖母祈禱? 聖母也不是我們祈禱的最終對象 即是怎樣? 天主才是我們祈禱的最終對象 為何我們要祈禱聖母經? 我都不太清楚 不知道你有沒有剛才那位青年所提出的疑問? 其實我們用聖母經祈禱 一方面表達我們相信馬里亞是天主之母 在天主的計劃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而她對天主的回應正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另一方面我們都相信聖母關心我們的需要 將我們的困難轉告天主 準備我們的心靈去接受基督的恩寵 聖母經最初主要是由兩個來自聖經的部分所組成的 分別是天使加比握義的話 聖父伊撒伯義的話 及後,在十六世紀 教會覺得有向聖母轉求的需要 於是就在聖母經加上第三個部分 即是轉求討文 以上三個部分就組成今天我們常念的聖母經 大家平日都可以用聖母經 將心中的需要祈求聖母為你轉土 江泊 优优优独